亞運拳擊項目來到16場階段 從69到70公斤級的沈船父 這位從小在美國長大的拳擊獸 這次是放下工作代表台灣出賽 但是第一回合沈船父 顯然還不能熟悉害手推送連拳路 幾次初級都是落區下風 但從第二回合開始 他不見找回自己的節奏 雖然對手打法較為靈活主動 但靠著強悍防守 沈船父沒給對手機會 進入第三回合 原本有身高優勢的他壓低重心 透過次拳想找尋出手時機 結果對手就算幾次有效出擊 不過沈船父也是快速給予回擊 最後他是用3比0的分數 在仁川淘汰韓國對手晉級八強 也到了上次交手落敗的球 我上次有看我的影片 然後學習他的打法 因為上次跟他打 我真的沒有遇到他的打法過 所以不知道怎麼打 然後這次就學了幾個動作 對他打 有這樣子就是能處理他的打法 像以奇人之道 環治奇人之身的策略 同時也讓沈船父的狀態進入佳境 本業壓力大 打得不是那麼的順 可是這幾天的表現 我們總結尾他一直在提升 因為他剛從其他地方過來 我們接手也不是很久時間 而打敗對手的另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教練團不斷打氣 多講一些鼓勵的話 他越聽會越興奮 況且除了教練團 場邊也包括體育署副署長 洪台玲等人熱情加油 這些也都成為他一廂作戰的原動力 如果沈船父能夠延續如此正面的作戰意識 這位具有身高優勢的拳擊手 有機會一路過關斬將 創造佳績 人採訪團韓國人川採訪報導 好 接著我們來關心一下 人川亞運到目前為止各國的表現 中華隊在今天收下了一面銀牌 跟一面銅牌以後 總成績五金四銀八銅十七面獎牌 是排在所有國家裡面的第七名 人川亞運就在未來 明天9月28號星期天 從早到晚還是有一連串精采的賽事 尤其是下午5點25分的棒球金牌戰 請觀眾朋友鎖定 未來電視網的直播服務